中信兄弟 在4月13号 特别邀请到 昔日黄山羊头 卡斯蒂吉仰富帖 担任开球嘉宾 一同揭开 大象牵小象 主题日的序幕 球团为了创造 合家观赏球赛的回忆 举办一日球员体验活动 由球星贴身指导小朋友 并在场边近距离观摩 黄山群列球 除了一日球员活动之外 场外还有各项床关游戏 让小象迷挑战 而今年洲际棒球场 也增设了儿童气垫游戏区 希望孩子们可以跟着父母 一起爱上棒球 一同享受看球的乐趣 这个活动其实蛮不错的 让我们体验到 一日球员的活动 然后同时又可以推管这个 mini baseball 今天就是在球场看到的东西 都还蛮新奇的啦 等于说当了一天的球员 还蛮好的 觉得非常的震撼 就是说他们打击啊 然后因为我们通常都很远看 然后觉得那个爆发力 跟我们近距离看是不一样的 他很开心 因为他说教练跟他讲说 他很可爱 然后说下次叫他 他才要这样穿来球场 今天有大象牵小象活动 很有意义啊 带全家人一起来童欢 战绩不好 但是球迷的精神还是要拿出来 今天最好玩是这个棒球球功格 小朋友都可以丢球体验 还可以得到奖品 刚刚在外围那边有玩了一个闯欢的游戏 就一些翻牌啊 记忆力啊 比例 平衡感还蛮不错的 很棒啊 就很多小朋友一起在这边玩游戏 然后那边也有投球的 就是我们吃绿色的草皮 黑白色的大象 他家衣服就跟那个啊 一般的一样啊 我们觉得就是小孩子啊 就是玩这个活动都非常的开心 然后因为他就是非常热爱兄弟队 所以他就是看到这些活动 看到这么多兄弟队的球迷啊 他就觉得说非常的兴奋 最好玩的是 多点啊 因为要一直懂 很复古啊 还蛮好玩的 对 让小朋友体验一些不同的东西 投局办 球团假如投局办这种活动的话 我觉得很不错 很开心 跟王胜伟玩 他就是丢球给我把他打进去 然后就觉得他们这样打 然后就可以看他们怎么打 然后我们之后就可以怎么学他们打 球员们看着小象迷兴奋的模样 也不禁回忆起 以前当小小球迷的时光 现在他们在职棒舞台上发光发热 而这一路走来 家人的支持是他们最大的动力 国中的时候有吧 因为那时候已经在打球了 然后有 那时候是新龙牛在台中棒球场 所以我很印象深刻都是 想要去看职棒的比赛 我爸妈就会说 走 我带你去 然后我就看到那种景象就 我以后也想要成为职棒的选手 小时候因为爸爸的关系嘛 常常到北中南球场都有去过 然后那时候还很小都还没有开始打棒球这样 就在场边我玩球这样子 那印象很深刻 然后他说进去感觉 全部都一片黄色的这样子 而且很大声很吵 比较多是在家里看 记得刚打棒球没多久有去看 因为我家在台南嘛 然后就有去统一那边看过 然后根本就坐不住啊 我还记得是嘟嘟成败先发 爸爸如果有在站裁判 然后会带我去 然后在旁边看这样子 啊有啦 有一场是 去看的 那个时候是纳鲁湾的比赛吧 可是那时候 没什么印象 好像就只有印象说 有进去看过这个比赛这样子 去年上一军的时候 我有邀请家人来看 然后刚好那一场拿到MVP 然后家人搬的 就还满奇妙的 很感动 其实他们没说什么 就感觉眼眩泛红吧 就感觉很感动这样子 很感谢家人一路支持我 然后世间也有受伤过 受到很多的受伤 然后我家人没有 特别说要放弃我 就一直鼓励我说 继续走下去 记得国中时期的那时候 妈妈真的为你很骄傲 那时候大家不放弃 你自己也不放弃 在今天有今天的成绩 大家真的为你很高兴 应该是每个选手 都很希望自己的家人 可以进场 然后帮自己加油 不只有球迷帮我们加油 而且还有家人帮我们加油 那种感觉会 特别不一样感觉 又多一股力量去拼动 一圈 我爷爷跟奶奶 然后就是爷爷已经离开了 然后今天爷爷不在 然后第一次奶奶来看我比赛 就是心里满激动 回去的话 奶奶也都会跟我说要加油 然后她每天叮咛的都一样 就是要加油 然后跟人家相处好一点 今天阿嬷是第一次带她过来看 然后五点就起来化妆 然后带她去洗头发这样 那还蛮兴奋的 还蛮高兴的这样 乌扁红再到来 很欢迎 大家很欢迎 乌扁红加油 记得那一场是 我MVP吧 就刚好 隔天不知道有什么活动 很像是她提早一天来 然后我也不知道 然后那一场就刚好 MVP这样 都要下来颁奖 因为我爸跟我妈是处于一个 比较不会表达出来 所以看到那一天 他们两个手牵手走上来 就觉得很奇怪 蛮幸福的 就很开心他们来 我又有表现这样 目前是还没有 但是有姑姑他们 一些其他家人 爸妈是还没有 因为爸妈都彼此都还在忙 有机会的话 一定会邀请他们来球场 看我们比赛 因为换一下角色 以前是看爸爸比赛 现在以后换爸爸来看我们比赛 球星回忆起自己的棒球路 从原本只是坐在观众席上的小朋友 如今成为放球种子的学习对象 他们怀抱着满满的期待 进入梦想殿堂 也盼望家长能够牵起孩子的小手 走进这片黄海中 一同感受那股悸动